东体防护员在业界可以说是相当的资深 而且体中运动专项丰富 让高一防护实习生获得了扎实的训练 连日来在108大专杯棒球联赛的四强赛 对文化搅出了168球玩头九局 一战成名的投手于谦 近日回到了母校台东体中 来关心学弟在东岸联盟邀请赛的表现 也再次获得了资深防护员王老师 所提供的附件计划以及卫教教学 比赛结束后运动防护实习生为球员送上冰袋 同时也向球员进行基本卫教提醒该注意的事项 据这些来自高一大的运动防护实习生表示 平时除跟随体中校内防护员实习 各专项比赛有各自注意的事项 运动员面临不同伤害的处理方法 与急性处理方式 东大体中应居有较多的运动专项 因而获得更扎实的训练 主要就是跟着老师出去比赛 然后还有我们会待在防护室里面 然后就是有选手如果需要复健 就是如果他受伤之后要留在防护室里面复健 这样就会跟着老师一起 然后就是赛前就是如果选手有些受伤的铁杂 然后或者是比赛期间就是如果有处身球或是选手受伤的情况 要上去冲场这样 然后比赛结束后 比较需要投手部分可能会做兵服这样 此外东大体中防护员相当资深 具有丰厚经历 连日前在108学年度大专杯棒球联赛四强赛中 因投出168球弯头九局而一战成名的于谦 在关心东岸联盟赛事之余 也向校内防护员老师再次请议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为刚刚丢完168颗球 觉得让自己会觉得身体会比较酸或痛 所以说趁这个机会放假 然后回来台东找世界老师 去做一些让自己肩膀放松或是恢复训练 因为我们之后还会准备一个叫春季联赛 所以说让自己不会有可以感受到那种酸痛 因为他没有受伤所以其实也不能算是治疗 然后其实因为他从国中进来到高中 我们就是都是长期配合 所以我比较了解他的身体状况 那可能就是每一次如果长局数的投球完之后 大概哪些肌群可能会比较不舒服 那因为他现在已经毕业 所以在他毕业前的时候 我们就有交代他怎样做一些自我的保养 那这一次他回来 我就是再拿一些工具给他 然后教他怎么做一些自我的放松 防护员王老师表示 教学上配合各队教授学生 热身肌肉认识及按摩伸展等 也期盼学生负起自我保护的责任 因为有时候上到大学可能 不像我们都是正常的时间练习 然后防护员可能都是让他们可以找得到 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像 想要找他们就找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都是在固定的 常常出去征战嘛 然后防护员有时候有根 有时候每根就不一定 但是我们觉得小朋友不能都只依赖防护员 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做了很多的防护的教育 比如说急性受伤的时候 他其实应该要怎么处理 那有痠痛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你要怎么热身 然后当你肌肉还没有到受伤 觉得痠痛的时候 就该做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不要等到受伤了才处理 王老师强调 预防大于伤后处理 学生应谨慎留意身体状况 并且积极预防 避免运动伤害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